連旺喪屍呢 我記得我聽過師尊在西雅圖的開示對不對 好像你那時候是同修的時候 你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心得報告 您很歡喜的是出家的時候對不對 您的出家聽說您是非常非常的歡喜 因為有時候我們常常看一些連續劇看多對不對 人家要是感情不如意啊 或者是已經經濟拮据的時候 他才會想要出家 可是連旺喪屍的出家是非常非常歡喜對不對 您的經驗可不可以稍微簡短的跟我們介紹一下 歡喜在哪裡 我的作家是因為想追尋真理啊 因為生死世大無常迅速 然後我不太願意跟一般人的生活一樣 就是說很頻繁的死去 我需要說運用這一輩子的有限的時光 去追尋一種很高很高的理想 我有這樣的報復因此我出家 很小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報復嗎 不是不是 是到了我這個當完兵工作 差不多兩三年之後 那時候有在工作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啊 會不會遇到不如意啊 然後覺得算了不要走這個工作 當時是因為 因為在公司裡面嘛 你大學畢業之後在公司做事情 已經差不多幾年就會開始有拿你的交往問題 對不對 很正常的 哈哈哈哈 然後 不敢問 哈哈哈哈 阿彌陀佛 那既然已經講不敢問了 剛才還是問了好了 那是你甩了他還是他甩了你嗎 還是什麼 沒有啦 都很淺很淺啦 很淺很淺 非常的淺 就想就要選擇了 你是要走這個路還走那個路 就要做個抉擇了 當時是想到很多的 當時很多的理由 讓我去走出家這個路 好 所以就是有這樣子的智慧對不對 那這樣子走的時候 那那個歡喜是說 在頭髮這樣剃掉的時候 那個歡喜 還是說 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就已經很歡喜了 是因為師尊他是聽到我講我的 我的人生啊 他很羨慕我 因為師尊的童年 比較不快樂 很辛苦的 工作很辛苦 對 最新的書 是叫牛酬溪的物業對不對 就是描寫他 聽說 對 我們去年很賣的叫什麼 左賀的阿嬤 今年我跟大家推薦的就是 牛酬溪的物業 我們今年要流行牛酬溪了 那師尊在年幼的時候 非常的不順利 師尊他是從苦難中成長的一位聖者 那但是我的人生就很平順 很幸福啦 我從來沒有反倒過錢的問題 從來沒有過 一天都沒有過 哇 有過一次什麼樣的原因呢 那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說 同學跟我借錢 我就想說啊 這個錢會自己跑過來的 我就不用 他說 你要借多少錢 就給你多少錢嘛 就有一次他借的太超過了 我的錢跑過來的數量太超過了 我第一次遇到說 居家的錢會不夠用 就那一次 讓我審吃檢用了 差不多兩三天 後來請用自己跑過來了 我就又舒服了 那是我一輩子唯一的一次 因為借錢借太過頭了 這樣子 那以後的時光呢 都沒有這種問題 那我的父母親 我的師長都對我很好 同學也對我很好 所以說我都很幸福 不像是師尊 他經過很多的苦難 可是我覺得 連旺上是能夠這麼幸福的 這樣出家更是難得 對不對 上次你也如此幸福嗎 我好像跟師尊差不多 那師尊是牛丑戲 你是哪一條戲 是大漢戲還是什麼戲 我是巴掌戲 所以你看看 所以有些人的觀念嘛 總是覺得說很不順 對不對 那乾脆走這個出離心好了 他的出離心 往往是因為逆境中才產生的 所以像連旺上是 他這種情形是非常難的 一個人在幸福快樂 所以他的情形 已經類似像佛陀時代 對不對 釋迦牟尼佛是王子 竟然願意拋棄 太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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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每個人的想法 不太一樣而已 可是我們要再談一個 比較敏感的問題 那怎麼去克制你的慾望呢 你那時候正是血氣方剛啊 怎麼會覺得不考慮這種 對不對 青年男子都會 這個在20歲到30歲 我上次是訪問誰的先生 告訴我 好這邊的辣媽講的 就是說怎麼去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會是以後的困擾嗎 事實上這問題 就一樣的問題 看在別人面前的話 或許有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每個人的思考邏輯 不太一樣 那這個問題在我眼前的話 會叫我走上修行流路 是因為說我覺得人生的過程 實在是很平淡很平凡 不值得去追求 不值得去做那個樣的一個人生的旅程 我願意把我的生命去奉獻在另一個追尋佛法的真理上面 所以那個也是在你的想法中 是一個很平淡的事實 我終於去煩惱他的 對 我也不需要花很大的氣力說 我一定要這樣做 也不需要一個很自然的選擇 我走的路讓我覺得很歡喜很舒服 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很快的對不對 你是在出家幾年之後就 師尊封你為上司的時候 好像聽說是護法告訴師尊的嘛 對不對 對啊 那時候他還是法師對不對 你那時候是在台灣雷仗寺還是在西雅圖 台灣雷仗寺 我在這邊就在台灣雷仗寺 待了差不多四年多一些 換我到美國去 想要說要去 就跟孫長往去避寬 換孫說要留下來去 去說些訓練 犯拜一些位移的訓練 我說好啊 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再晚點了 離開嘛 結果後來他就要我留下來 住住住 然後就變上司了 就進去紅髮了 呵呵呵呵 所以你本來是準備要去閉關 找一個洞的對不對 呵呵呵 那上司你咧 那你是什麼人 你是先是在顯教嘛對不對 就剛剛我們講嘛 你就是看了很多的佛書之後 看了很多的佛書之後呢 你心中會開始就是思考 就是說我這一生到底要怎麼走 我這一生到底要幹什麼 對不對 就像我們要講到 你為什麼要學佛 學佛有什麼好處 你會思考這個問題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學佛 就是說當下你是要進障問題可以解決 對平衡 那你死了之後怎麼辦呢對不對 你死了之後你要往生啊 那你往生也沒有把握 是不是 所以說你要修行啊對不對 那麼所以你要處理啊 是這樣子 好 那麼你精神有把握了 那我們修行本來就是一個累積的功夫 一個長時間修行的一個功夫累積 才能成就嘛 那你精神這樣完了 你來生如何保證你還生在一個 很好的家庭很好的修行環境 可以繼續的修對不對 這個用什麼來保證 這用你現在的修行來保證啊 你現在沒有一個好好的修行 如是因如是果 你來生就沒有這樣的修行環境 對不對 好 那麼就是這樣 為了往生你可以決定往生 為了來生呢 你可以繼續一個好的環境 可以繼續修 然後到將來我可以療身脫死 最後可以成佛對不對 最後可以成佛反過來度化眾生 也讓眾生也可以這樣的成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一套的 這樣的事前想後呢 你知到那個理之後 知到那個時候呢 你覺得啊 那麼當然就是還是出禮的路 是最究竟的 最究竟的 是這樣子 那雖然不是最圓滿的 但是呢 這條路必定是一條直路 最快的 就說就您的 就我的想法是這樣 不過就是說現在 師尊的理論是 其實你就是找出一個 明心見性的方法 不管你出不出禮 對不對 對